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张博之现身北京机场 当天他结束米兰时装周活动 在香港稍作停留 就赶来北京参加某节目录制 张博之大方回应谢听风王妃 疑似婚事将近一事 称会真心祝福他们 他说从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就希望有个好结果 其实也是从头到尾 因为从他们第一天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真心的祝福他们 那真心的祝福他们 当然想要他们有真心的好的结果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非常的祝福的 因为在美兰时光州 所以中秋节的时候 也能跟儿子一起过 那他们是怎么过的 其实我们就提前已经过了 然后真的中秋节的那天 他们在学校跟同学过 然后也做了 老师教他们用紙做了一个灯笼 然后之前我都买 因为我怕他们 我怕他们玩一些有活的那种 建议张博之现身上海机场 对粉丝合照来者不拒 非常亲民 据媒体爆料 张博之与戏顶峰 因小儿子生命住院 共处一室 夫妻两人间 冷冻多年的冰雪 终于融化 此前张博之现身北京机场 当天他结束米兰时装周活动 在香港稍作停留 就赶来北京参加某节目录制 张博之大方回应谢听风王妃 以此婚事将近一事 称会真心祝福他们 他说从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就希望有个好结果 其实也是从头到尾 因为从他们第一天 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是真心的祝福他们 那真心的祝福他们 当然想要他们有 真心的好的结果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非常的祝福的 因为在美兰是庄州 所以中秋节的时候 也没能跟儿子一起过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就提前已经过了 然后真的中秋节的那一天 他们在学校跟同学过 然后也做了 老师教他们用紙做了一个灯笼 然后之前我都买 因为我怕他们玩一些 有活的那种 很好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 般变春青 obsc级 点准备 ホー 中秋节的 remarkable 都没有 也�� 你'Don